龍曆二月初二相傳是土地爺的生日 而且時盡經折節氣 新一年的春耕即將開始 二月二龍抬頭 寄託的是五谷風燈的期盼 集財叫了頭便 全家就都起來了 韓薇然將韓家大小無造的草木灰收集到一起 要趕在太陽升起之前 完成一項迎接龍抬頭最重要的儀式 打灰盾 二月二的灰盾始終是韓薇然童年時的樣子 從日出的方向開始 順時針畫上一個大大的圓圈 代表農家的糧盾 中間打上十字分隔古倉 側面還不能忘記畫上燈盾的梯子 天女散花般撒下玉米等雜糧 再擺放好倒碎 青菜 祈福今年兩滿頓 鼓滿倉 很難忘記畫上市場 側面請來以後 天女都想要給大家